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李奇替身的代班 今天我们的李奇不在 其实我是非常担心 并不是说我主持紧张 而是说中间没有国际维和部队 我们俩今天好像还有很多观点 是不太一样的 会不会打起来 其实这个也是受你的狂 我透露一下私底下的我们的秘密 其实我一下子 我说我们不能争论了 争论的话 我的咖啡很烫 节目就是应该不同的观点 但是观点上老是挺得出来 有人说你看 老和是老板 这个倒没有什么 我也不是雇员 我们俩是合作关系 对 我其实我觉得在 合作关系 你看他在自己的地位都牛 这个本来观众中间的观点就是分左右 分不同的观点 所以你代表一部分观众 我代表一部分观众 会有一定的这种交锋 我个人能够讲出自己的观点 讲清楚都不错了 还代表别人 你的东西很多 观众在你那边的期待有很多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我来主持的话 我只知道国际新闻 美国新闻 加拿大新闻 所以我们可能从美国这边来开始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 星期一 就是本周一的话 民主党做出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举动 他们向这个拜登总统的白宫递交了一封信 大致的内容说是希望寻求和俄罗斯的谈判和和解 这封信就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困惑 你什么意思 这封信只有30多个这个民主党议员的签名 而且这封信是6月份签 6月份你要求和俄罗斯谈判 和现在是10月份 现在的战局和6月份是完全不同的 什么意思呢 我解释一下 就是你所谓战争谈判 最重要最紧要的就是时机啊 你只有双方的这个战略期望相当的时候 你才可能出现这个谈判的时机 否则就是一个漫天要价 一个就地还钱嘛 那你这个谈判就没有意义 导播可以给我们播一下那个图一 可以看一下这个双方的这个心理需求 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的要求的线 是在上面这根线 乌克兰要求的这个线是下面这根线 他们两个差别很大 现在根本不存在一个谈判的基础 除非拿到图二 导播可以给我们放下图二 图二的这种情况 双方的这个战略心理期待差不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就有这个谈判基础了 所以古怪就古怪在这儿 十月底的战局完全改变的情况下 你突然拿出这样一封信 什么意思 国内很多民主党议员都表示抗议 表示懵了 你说这个民主党到底什么意思 国外呢 欧洲乌克兰也表示关注 乌克兰说我们不希望被背叛 说的很楚楚可怜的 那这是周一 周二事情就反转了 民主党突然表示说 对不起对不起 大家这封信是一个乌龙 说是我们的办事员 在没有征求意见的情况下 擅自擅自的把这个信给了白宫 说这封信不代表我们民主党人的立场 立刻撤回这封信 同时签署这封信的几个民主党的大佬 他也说我签的那个时候是六月份 现在你要再让我签这信 我也不签了 这个他们就把它作为一个乌龙去处理 而且民主党一再的向公众保证说 他们会继续的支持美国政府支援 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这件事 那这件事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显然不是什么办事员一时疏忽 这个也太太古怪了 对吧 基本上大家理解呢 这是民主党的一个试水 他想看看民情是怎么回事 因为现在最要命的这个就是中期选举 中期选举的话 民主党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本来这个总统所在的那个党 在中期选举中间就已经是在 我们叫underdog 就是两条狗打架的时候 他已经是下面那个那条狗了 所以他会很紧张 他会想会不会有很多民众想 我们的经济已经是那么糟糕了 我们现在还有闲钱去给乌克兰吗 所以他就想去试一试 选民到底是怎么一个态度 那我们在这我不知道他试的结果是什么样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一个民调 关于美国是否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呢 7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继续援助乌克兰 直到乌克兰打赢这场战争 这个比例在民主党人里面是81% 在共和党人里面是66% 我们可以看出共和党人的话 不像民主党人那么理想化 他会更注重说 我国内这个经济怎么样 其实共和党人 他这个也是打的一个选举派 就是好像我更关心你们美国民众 所以你们该给我投票多一点 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这个共和党少数派领导人 凯文克尔西他在众议院他有个表态 他说美国经济很快就衰退了 我衰退了以后 我再给你这个这个空头 再给你一个一个援助 都不是空头支票吗 很多共和党议员都有这样的表表达 五月份的时候 美国就通过一个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 当时说援助的这么一个计划是挺大的 400亿 那个时候就有57名共和党议员是投反对票 当然是绝大多数同意通过了 但是你从民调上来看 起码还是66%的共和党人是希望支援乌克兰 美国的他这个世界大哥 世界警察的这个地位他放不下来 他不可能说我现在我就放弃这个乌克兰 我不管了 那麦卡锡呢 就是这个Tayvon McCarthy呢 他的这个表态 大家一般理解为就是为了中期选举 的目的去刺激那些最保守的共和党选民 给他们一个暗示说一旦我们上台 我们就会阻止美国政府继续援助乌克兰 那么大选就中期选举的日期是11月8号 但是要到两届议会换届是明年1月份 所以民主党执政的话还会还会有两个月 11月12月这个时间的话 他还有机会去 怎么讲实现他自己的理想啊 那么民主党的理想是什么呢 再通过一个大的bundle一个大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一揽子援助计划多少500亿 这是最大的意义 那么这个500亿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帮助乌克兰去过冬 乌克兰需要用这笔钱 当然买战备这个不说了 还需要买天然气 还需要买这个石油 总共现在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呃 金额大概是1100亿了吧 起码是1100亿 大概是这样这样一个 因为乌克兰的总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是多少2000亿 所以他基本上援助援助的这个是比较比较给力的 呃所以民主党他是这样想 所以他也有点担心说美国民众中间会有些人会反对这样的援助 他就拿这封信来做一个试试 那我给了这封信给出去以后呢 如果大家默不作声啊 大家觉得哎呀还可以可以那我们就不要太援助了 那他这封信可能就起作用了 就说拜登总统你考虑一下那500亿是不是砍一半 是不是250亿可能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大家反对的声音很大的话 像现在的这个情况 他就马上说哦对不起对不起 这封信是6月份前的 我们弄错了 我们把它收回来 这个就是这封信大概的一个一个一个解读 呃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援助乌克兰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俩的意见就不一样 你觉得可能 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一样 我说你不要说给一千亿给五千亿都可以 人道的援助 这个给予一个在苦难中间的国家和的民众 这是美国很大的一个道义责任 对你比如说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跟美国的关系也不好啊 但是巴基斯坦出了问题以后有人就批评了 你美国的语言作哪去了 美国马上就给了语言作 嗯嗯 那你说就反对吗 如果你说要问老美国的老百姓 现在乌克兰人民在苦难之中 要不要改钱 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就反对吧 对对对 百分之73的支持 所以这个是根本不是个问题 问题的正解就是说啊 就是说从战争的这个就是说民意的情绪来看 他确实是有一个对于乌克兰来讲 对于美国的决策来讲 都有一个问题当年的越南当年的越南是美国 就是帮帮帮法国人对吧 这个是民众的支持度也非常高非常高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当有更多的死亡 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来了以后 那么民众的情绪就会产生变化 嗯嗯 那你现在打了八个月还几个月了 二月份打的嘛 我相信到现在为止 民进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因为没有美国士兵在那打仗 嗯还不仅仅是这样 嗯这个对我们的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这是美国人和一般的正常人不能接受的 第一俄罗斯侵略了一个主群的国家 对这个你不要说这个能够真正帮助这个 俄罗斯的每几个国家 对没有几个国家 其实现在连中国都没有这样去 你是说能够帮助乌克兰 啊不是帮助这个俄罗斯去支持 去攻打这个乌克兰的国家 没有没有嗯是不是啊啊 所以从第二个就是说你仍有一种基本的同理心啊 乌克兰去有一种战争的灾难之中 你不给予这个民作像美国这种国家 虽然自己经济有问题 很多人经济也有问题 嗯但他真正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人们这种同理心是战胜他的这种要求的 嗯要求的对 所以我不认为就是说在美国在这样每一个分歧 美国的分歧现在还没有呈现出来 但是已经开始有一点描头了 这种描头就是说 这个战争再整一个 就是说在哪一个地方去整结他 对对对对 对吧我们两个的分歧就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吧 就是说像我这样一开始就认为了这个战争就不应该爆发 对吧对 怎么去阻止俄罗斯去侵略这个乌克兰 如果战争爆发以后 美国除了去声援支持乌克兰以外 对吧同时要挖比较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 去利美国的巨大的力量 要两个国家尽量的去谈判 但是你们两个人怎么谈判 那就是美国不能说了算的 对对对 白宫最近的一个表态也是说 他说这个谈判的决定权是在Zalansky手上 对 确实在在Zalansky手上 也是在普京手上 你竟不能去干涉普京 你也不能去干涉Zalansky 只有他们两个人怎么去决定 你美国这是一个维护者的角色 你不能Zalansky在一种威胁的情况之下 对吧 做到不公平的待遇 这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警察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在我看见了美国的问题是什么呢 或者欧洲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这种枝大的民意的影响之下 就像你一样的 就是说 你进入清廉了 我就把你打回去 或者我们怎么谈呢 这是一般性的这种情绪 当然这种情绪 随着问题的复杂化 美国的看法就开始有一些微灭的变化 像德国 像这个澳大利 像这个法国 英国 我有很多朋友经常跟他们交谈 他们从一般情感来讲 没有几个说 我们支持普京保守主义 没有几个 我几乎好像就没有碰到过 听说华人里面有一些人 有一点支持这个俄罗斯 我很少听到 但是他们只是说了 你在制裁这个俄罗斯的时候 你自己要考虑到我的承受能力 对对吧 这个成本太高了的话 这种会对你的政治 对你的老百姓的生活 有很大的影响 对 第二个就是说 全世界的经济是连在一起的 不像以前 不像这个二战后的一战时期 大家 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打 跟别的国家没有关系 现在你乌克兰的粮食 这个俄罗斯的能源 在世界就有很大的影响 你们两个人打架 这已经不对了 结果你要全世界一起来遭殃 甚至破坏这个经济 尤其是疫情又操作很大的这个困难 更重要的是战争能不能解决问题 战争能不能真的像我们一样的 打到一个日期的一个方向 就是乌克兰人民抵抗 把俄罗斯赶走 对吧 这个里面就开始有一些分寸 开始出现 尤其是北析管道的爆炸 杜金瑞的被暗杀 科罗米亚的这个被爆炸 然后这个俄罗斯又加重了 对这个乌克兰的这种拆毁 甚至来发生了这种可能性的 这个孩子的这个 继续性的导弹来使用 你看看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 和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长 三天之内通了两通电话 而且办法总统也表现出一个柔和的姿态 对吧 你只要愿意谈判 愿意我们两个人和谈 你拆举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我们还是可以谈的 你还是总统 就是说我觉得班农总统这一边 实际上已经开始释放出一些善意了 但是普京开始牛起来了 那你又普京牛 他是不是要加我不知道 因为对于普京 他不去参加那个会议 这个是不去参加第二零会议 很奇怪 我就认为美国的总统 已经做出一个很大的让步了 普京你再不去让步的话 还是很危险的 因为我觉得在俄罗斯那个体制下 他有点让不下来 所以这不是战争这个东西 就是真的一打 你说财政司机 你说财政司机 你去谈判 他会那么疑 你讲究这句话吗 我问你 其实双方都是的 所以为什么人类到了今天冷战结束以后 战争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因为战争一旦开始 谁都不知道结果 对对这是一个力量的较量 对所以我就是一开始 我就是说 但是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说 谈判其实是谁是谁对的事 关键是你们双方 运不运营的事情 对吧 你这种事情不运营 我们讲半天也没用的 对对 你普京不运营也没有用的了 那这我看起来 每是每个都可以 我们必须要把它打到一个常会 这是一个策略的问题 但是在整的结果来讲 没有任何出来谈判 他是他是这样 就是说你要谈判的话 首先我们有个共识 就是一定要一定要乌克兰人愿意谈 对乌克兰人不愿意谈 没有呢 你就你就谈不了 这是一个我不能去代表 这是一个对没错 我就告诉你 这个乌克兰人 现在他们是怎么想的 乌克兰他最近有一个这个 盖洛普民调 盖洛普应该是全世界 大概权威性最大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民调 对那他乌克兰人呢 大概有70%的人 希望一直打下去 26%希望就是接受和谈 尽快的结束战争 而且这个70%中间呢 要是按照这个学历来分呢 有大学学历以上的是80% 80%的人要求继续打下去 而且他们打下去的这个条件 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他们说我们要达到彻底胜利 这个彻底胜利的定义是什么呢 要回到2014年的边境状态 要全部收复克里米亚半岛 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 几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开头前面放的两张图 俄罗斯的心理预期是把克里米亚包在他里边的 我预测的乌克兰人的心理预期 也是可以割让掉一部分克里米亚 因为克里米亚历史问题很非常复杂 所以但是现在这个民调呢 俄罗斯人现在是群情气愤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大家都有点骑虎难下 你说到底是应该 其实我的看法的话就是说 如果俄罗斯乌克兰人不想打 那我们也不需要援助 如果乌克兰人想打 那我们就继续援助 这个是尊重他们的一个主权意思 援助有两个方面的援助 一个援助就是人道援助 人道援助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多人在战争中间失去了家园 他们失去了生活 所以这个是无意义的 主要的争议就在于武器援助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 对对对对 如果你假如说给这个以美国的这个战斗力 对吧装备给你一个攻击性的武器 就可以打得不成功 这个东这个东西确实是特别需要去谈的 对我给多少武器 这个武器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什么结果 是能不能够 其实这个很矛盾 就是我援助你的武器 如果仅仅够你维持现在战线的话 乌克兰人不满意 对 如果我援助的武器足以去把俄罗斯打走的话 俄罗斯又不满意 对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办的 这个上面就是说有过一些考虑 就是说我对整个的这个历史了解的不如你那么深刻啊 就是说我是很浅薄的 但是呢我再开始讲这是个历史的才门 就是真的你怎么走的走不出去 对对对 俄罗斯人也走不出去 乌克兰人也走不出去 但是除了停战停火没有别的出路 战争这个东西一旦开启就是撒红了眼 我的朋友去了这个俄罗斯 我的朋友也去了这个乌克兰 两个朋友跟我发来的这个信息和跟我们讲的情况 我都是非常的悲凉 非常悲凉 俄罗斯这么一个有这么好的一个国家 居然现在像一个死国一样 什么叫死国呢 就是说你看那个女孩子还在继续正常生活 男孩子在继续正常生活 你就发现没有我表情 整个没有外国人 没有游客跟世界上就完全封闭了 而且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遇到这个到这个乌克兰 他回来就跟我说 他说乌克兰人就是要打到 要打到 但是我觉得我就问他 我我你觉得打得赢吗 对吧 你这种会打得怎么样 其实打得赢打不赢不重要了 他说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虚的样 他就会长期缠到下去 说这个话的人是俄罗斯人 不是俄罗斯人 是一个美国人 美国人对 讲到俄罗斯的是澳洲人 他就说他是观察 他到这个乌克兰跑了很多地方 他就说这个很悲惨 很悲惨 为了就是一个战场 就是一个叙利亚 因为乌克兰他不会去结束 你这个俄罗斯侵占了我的这个土地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纠结 所以我一直在想 你说欧洲不知语言作 这个乌克兰是不可能的 美国不知语言作也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在美国地方 你如果你把握这个度不好 他就变成一个危机 那么问题是这个度我们都定义不下来 是啊 这个度我们都很难去定义 就是这个度是让俄罗斯 让乌克兰打赢来结束战争的 还是说这个度 我就是让你不死不活都这么拖着 其实我觉得不死不活拖着更糟糕 但是你要是给的太激进的话 立刻把俄罗斯打走的话 他实际上也有一个风险 就是核战争的风险 或者说俄罗斯把这个升级的一个风险 北约根本打不过俄罗斯 你这个上面我们有很大的区别 不是关情 我就跟你讲你 北约虽然是个北约 实际上真正有实力的就是美 对 其他的法国 德国 其他的国家都是装样子的 美国现在在北约驻军有4万 对 什么都可以打得赢他 不是 你即算是美国打也打不过 打不过的 绝对打得过 这个上面我们有一些分歧 这个分歧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个简单的叫毁灭性战略 如果他动用核武器那是另外一样 是啊 那必须还有武器的 那不一定 没有没有显在的余定 我跟你说 为什么五个传言理事国长期以来达成了一个平衡 这个平衡就是一个默认的东西 就是说你不打我 我不打你 对 对吧 对 那这种平衡到现在为止 俄罗斯在坚守 对 美国也在坚守 对 每一个核武器的国家都在坚守 对 而且从战略核武器的角度来讲 美国在欧洲 北 北 北越在欧洲 没有这个布施 没有这个布施 嗯知道吧 战争我们一定要把终极的力量给给想出来 如果终极的力量不想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一直就糊涂糊涂这么打就打的 对这个这个事情是两个国家就是和大国之间 他有一个默契就是我们不直接交战 我们可以通过代理人交战 但是我不能直接交战 必须要把它防止升级嘛 嗯 如果你对你的太过分了 对吧 嗯 没有止境 所以现在好像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谁都没有测试过这个底线在哪 对 这是非常有意思 但是大家知道敢签是吗 呃 这有的时候是形势逼人的 这是我们想不想的问题 不是 这个事情是美国和俄罗斯的高通 是最重要的啊 所以现在的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和啊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长的高通 我是很高兴的 也是值得期待的 因为双方要把一个气给裂出来 你底下不裂出来就太惨了 啊怎么说了怎么说了 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历史以来 现在最糟糕的时候 比冷战是还要糟糕 对啊 这个是我非常吃惊的 冷战的时候它有个均衡 对啊现在的话俄罗斯是极度衰落 然后美国是非常强 这个北约和非常强 这个这个平衡的话实际上是被打破了 所以大家只要有了 核武器就有平衡 所以对大家就最后就看这个核武器 就是这个嘛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在考虑事情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考虑一个终极的东西 你你站在俄罗斯的角度里讲 他有一万万理由 你站在乌克兰的地上他有 五万个理由 对吧 我们站在第三方对几方 我们讲话可以喊倒带话 啊只是没有问题 但是但是你一旦想到这个 要头部底线 那就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了 对对 你美国就开始考虑到 我要不要保护纽约 所以美国都说过很多很多次 这样的话就是 呃你刚才提到这个房长之间电话 房长之间电话很多情况 还就是在讲这个事情 对呃 因为他们电话的内容 基本上是保密的 他能透露出来的话 主要的就是讲 这个奥斯汀房长的话对稍一股房长讲的最多就是我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千万别动核弹你只要把他从仓库里拉出来我都知道所以他经常讲的这个话另外我跟你对于这个电话的解读不一样你的解读是美国的总统开始软化或者说呃给他打电话其实从他两国之间电话交流的这个规律来看的话呃应该讲是俄罗斯软化 也是好事俄罗斯软化也是我都希望他们从都软化为什么呢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他有一个那个红线就是怕那个冲突升级啊随时两个最高领导人可以通话那么一般的规律是美国人脸皮厚经常打天天打天天打恨不得天天跟你沟通俄罗斯人的态度呢就是说我想和你沟通的时候我接我不想跟你沟通的时候我不接嗯所以你只要看他很长时间不打电话的时候那就是俄罗斯比较强硬的时候呃美国防长和他最后一次 通话是二月份还是五月份然后完了以后就是俄罗斯人就不接了嗯然后这一次突然大概上周吧突然他就接了哎接了以后呢大家一般的分析就是觉得他们两个可能在讲就是因为冬天到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冬天到了大家有点就是这个战线我们就稳在这吧冬天最好不要打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的这个军火都打的差不多了嗯俄罗斯现在开始买伊朗的东西这个美国的这个军援的话他有很多呃最好的一些像独自 呃像这个呃标标枪打坦克的这导弹都没了俄罗斯那边就有点供应不上呃美国这边有点供应不上乌克兰了所以这边的话两边的武器打的差不多了天气也变冷了好像说俄罗斯的冬装还没有来另外还有就两个要谈这个伊朗的问题你不能拿太多伊朗的无人机 否则的话我们就从以色列那调这个可能是双方有这样一个呃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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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猜的双方有这样一个讨价还价我从以色列就调这个防控武器那这样的话你的无人机就没用了但是以色列呢他又不愿意去得罪这个俄罗斯啊他这中间就是一个山脚载非常有意思对我就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班农总统和这个普京总统两个人如果他们在这个巴黎岛啊能够有一些 要会谈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站在俄罗斯角度里讲呢他有他的傲骂有他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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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道他认为你你这个办法跟你谈没用你很快你就就就就没有真正的权力了嗯对吧虽然共和党不能说是他的兄弟吧但是共和党在这个政策上来讲确实跟民主党是有分歧的啊有分歧那么如果你再这样的原作不能通过对吧你你你这次有五百亿那明年呢嗯后年呢嗯对不对 而且美国的国内的人呢金呢他是有两层的第一层在心里面来讲呢我是要支持乌克兰但是真正赴税的时候是满油的时候他就会他有美国一直有这种两重性人都是他一直觉得有的时候一部分人觉得我是世界警察我需要来组织公益对另一部分人觉得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孤立的大陆啊你们世界外面打的乱糟糟糟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就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如果共和党抓住民主党的问题我不是抓你乌克兰嗯乌克兰的问题你命运是运作我现在没有权利来干涉你我就说你的经济搞得不好嗯嗯对对吧对经济这个搞得不好是全世界每个国家的问题共和党一旦上台以后他虽然比如说你即使民主党现在通过了这个五百亿的军援嗯共和党还有一个武器就是不准不准你提高债务上限嗯你债务上限如果不提高的话你没有钱的 你美国政府没有钱他只能靠借债然后把这个钱借了以后再在援助乌克兰他下一届国会他如果不同意你增加债务上限的话就麻烦了我们下面会看美国政府还会破产很多次哈哈哈我们我们做节目的一个语言就是有时候我们是一种姿态什么叫姿态就是说你的真理感你的这种情感你的这个同理心对吧这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焦点另外就是我们看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国家的具体的政治经济 以民意可能性的变化啊就是民意他是流水的你今天他带有点激情可能支持你他明天发现他的生活过不下之后的受到影响他就会改变对吧对他本身力量有个平衡你看约战啊伊拉开战争阿富汗战都是这样你看阿富汗战争那个时候小故事这个支持民主民主社会就怕拖你一旦拖后面他的那个热情没有了以后他会看开始看自己的钱包对啊然后 他用钱包去说话一开始是用心脏去说说话现在用钱包来说对